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大概忘记了前几天坠机摔一窝将军的UH-60M黑鹰直升机可是他逃跑计划中的唯一机型 任何时候你都不能排除战争的可能性 他说 这可能倒是句实话 到那个时候 蔡省长能做的也许只剩下痛哭流涕的高喊 美国爸爸快来救我 救我 救我 这两天 刚刚赢了选举的蔡省长 走路都带风 他忙不迭地先见了安倍晋三的胞弟 然后又见了美国智库代表团 满心欢喜地幻想美国爸爸把美台关系再往上提一提 蔡省长强调 自己必须做好准备 同时发展自身防卫能力 我们一直十分努力增强我们的能力 这话说的 台军有几把刷子 一会儿再说 刚掉下来那架黑鹰直升机就是蔡省长日后逃跑时的指定作驾 蔡省长一上台 就砍掉老兵退休年金 又在选情危急时 临时增加军队任务 让军人无法正常行使投票权 台军和他同不同心都还两说 狂言大陆方面武统代价十分巨大 蔡省长大概是仗着由美国爸爸撑腰 不过美国爸爸可能军舰还没来 账单就先到了 当时时间11日 也就是蔡英文刚宣布胜选不久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在华盛顿表示 台湾需要解决进口美猪美牛问题 并希望在蔡英文的第二任期取得进展 在岛内媒体说 选举结果会让美国人认为 大到反渗透法 小制美猪美牛的进口 只要蔡英文想干就能干成 文章说 蔡英文可以嚣张地对中国大陆说不 但很难拒绝美国的要求 这是胜利给他带来的苦果 嘴上那么硬气 心里怕不怕 怕 从蔡英文上台至今 台湾反战手演练 大陆攻台逃跑演练不断 每次都是模拟大陆突然进攻 蔡英文要怎么逃跑 蔡省长甚至还亲自观摩演习 而马英九在执政时期没有对此表现出丝毫兴趣 二 在处理两岸问题时 到底克制的是哪一方 不是靠蔡省长一张嘴皮子吹出来的 小编先给蔡省长科普一下军力对比吧 外国军事网站全球火力发布的 2019年全球军力排行榜 台湾省排在第22位 中国大陆排在第3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台湾这些年在全球军力排行榜上的位置 一直是下滑状态 唉 可怎么好啊 根据该网站的估计 台湾省现役军人25.75万 后备军人167.5万 军机总数843架 战车2005辆 装甲车4350辆 海军舰艇总数87艘 至于防务预算则是107.25亿美元 中国大陆现役军人约270万 预备役军人难以统计 军机总数3187架 坦克战车总数13,050辆 装甲车4万辆 海军舰艇714艘 国防经费预算约2000多亿美元 这些还只是纸面数据 在这至少10倍以上的差距背后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 那么再给蔡省长科普一下武器装备里的学问吧 比如解放军的主力核心武器装备 都已经基本实现了国产化 就是从武器主体到零部件 再到维护修理都能够自己进行 不会担心被别人卡脖子 就连航空发动机这个老问题 近些年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再看看台军的装备 主力装备 基本就靠买买买 关键是美国大哥把这个小弟当铠子 花高价买的一些武器装备 却是美军早已退役了几十年的武器 例如美国人卖给弯弯的纪德级军舰 当初在上世纪70年代末 打算卖给伊朗巴列维王国的 结果伊朗国内发生伊斯兰革命 这些军舰就砸在美国自己手里了 在自己用了近20年后 美国人把这批军舰退役了 之后看到台湾省有需要 这钱不赚白不赚啊 所以美国把封存的纪德级驱逐舰扫了扫灰尘 2001年左右 转手卖给台海军 于2005年继续服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所以台军美其名曰都是美式装备 但是徒有虚名 中看不中用啊 如果真打起仗来 会不会成为自杀性武器 还都不好说 最后快要过年了 中国人在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里 都会带着礼品走走亲戚 既然蔡省长搞出反渗透法 大陆人去台湾不方便了 那我们就用快递吧 我们的东风快递 速度快 时间短 而且还送货很准 蔡省长肯定没见识过 否则他就不会说什么 中国将付出庞大代价了 如果大陆真的采取武力统一 必然不会先派人渡海登岛 而是先用东风快递 把包裹精准地送到蔡省长的办公室 出处和可能隐匿的地方 最关键的是 在这场战斗中 东风快递能轻而易举地打到台湾省 而台军基本没啥武器 能威胁到大陆 那蔡省长你说谁付出的代价更大 可能到时候你所能做的 只剩下痛哭流涕的高喊 美国爸爸快来救我 救我 救我 三 BBC专访上线同一天 蔡英文在总统府 举行胜选后的首次公开谈话 宣布已签署 并公布备受争议的反渗透法 变本加厉 岛内批评声浪再次涌起 首先一个质问 是一部法律的实施 怎能如此仓促草率 在谈话中 蔡英文要求行政团队 做到持续宣导 成立专案小组 请海基会设立咨询服务窗口等三件事 以化解民众 对反渗透法的种种疑虑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总赵 曾明宗 立刻站出来抨击 公布后才提配套措施 本身就显示 当时立法的冲促和留下的后遗症 对此 一位两岸问题学者分析 民进党当局 根本没把立法的正当性当回事 在立法院休会前一天 强推通过 与现在强令公布实施 都是服务自己 当时阶段的政治目的而已 选前 蔡英文一度对自己的选情 没有太大把握 她不惜通过下命令的方式 依靠民进党 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强行通过反渗透法 就是为了一旦下台 做好准备 就算输了 也要跟国民党鱼死网破 也要束缚韩国瑜手脚 让她在恢复两岸关系方面 难有作为 选后 蔡英文又急推反渗透法实施 是因为新任期内 她至少面临发展经济 和稳定两岸关系两方面的民意压力 但改善或稳定两岸关系 显然是她不愿做的 这时反渗透法 反而成了她的一个借口 因为这个法律将极大限制 两岸各个层面的交流 本来就不愿推动两岸关系改善 反渗透法又正好限制两岸交流 蔡英文成功打造了一个 为继续鼓噪两岸 对抗自我辩解的逻辑闭环 除了通过和实施过程仓促 这个法律势必成为民进党的罗知罪名法 这是岛内舆论 尤其蓝营担忧的另一重点 在社交媒体上相当活跃的台北市议员 艾特侯汉廷说 反渗透法案里面的表述 比如不能受到北京方面的指示 委托等极其模糊 具体的违法红线是什么 民进党当权者几乎可以任意解读 这样一来 如果他们想给政治对手罗列罪名 简直太容易了 在11日大选前 蔡英文竞选发言人林静怡 曾一不小心吐露真言 说主张统一就是叛国 当时新党就揭露说 林静怡意外透露民进党的真实意图 证明蔡英文已有台独时间表 并分为四步 第一步 2015年用维持两岸现状演示台独 第二步 篡改课纲 消灭中国史 第三步 搞国安修法 即反渗透法 第四步 谋取立法机构席次过半 将两国论入法入线 实现台独党纲 如果这样的猜测靠谱 那么现在最后两步已经走完 蔡英文会得意忘形地在微图上继续试探 甚至一脚踏入深渊吗 当选连任后 蔡英文先接受外媒采访公开向大陆叫板 随后心急火燎地签署 反渗透法 对内则马不停蹄追杀国民党 从这些动作不难看出 民进党当局第二个任期 恐怕不会选择务实路线 而是会朝着更激进疯狂的方向 一条道走到黑 岛内那些指望民进党胜选后 会拿出高姿态去弥合岛内族群裂痕的人 指望民进党会利用未来四年多好好搞经济的人 指望民进党会借机修复两岸关系的人 可以洗洗睡了 搞对抗没有出路 搞台独更是绝路 大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妄图挑战这铁一般的事实 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落得身败名裂 蔡英文口称不挑衅 却一边妄图阻绝两岸交流 一边对外公然宣扬台独 这是在试探大陆底线 是极其危险的玩火之举 玩火者必自焚 物为言之不欲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